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同体的冰冰球比赛里面 伊藤美成又有他的新法球 他这个法球除了抛球的起手式之外 其实重点就是他的迷惑性 这次好荣幸请到蔡雪莉 帮我们分析一下伊藤美成的法球 伊藤的法球除了有强烈的旋转之外 恐怖的地方是他的法球可以长可以短 又分不到是上船还是下船 或者我们就等蔡sir来分析一下 这个法球呢 首先呢最重要的是转腰那一下 和脚最左脚 一定要搭前 然后再转腰 记住手臂是不要动 只是腰移动 带着波磨擦就可以了 要带着波磨擦 下船呢就要加一个手盒了 每一转腰后呢 手盒要向下摇一摇 大一大动 然後就會有下船 夾手指 山口 這裡 先斜面 先斜面 把揚子 切成 積就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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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